有一对夫妻啊 他们两个想去旅游 那听说呢 法国南部的蓝色海岸 非常的迷人 他想问一下我们的旅游大人 那想去法国的南部 那什么季节去最好玩呢 OK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世纪邮轮旅游公司我们的顾问 我们的Simon先生 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 来听一下我们的Simon是怎么解读的 Hi Simon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世纪旅游的旅游顾问 欢迎Simon来到我们的节目 法国南部 法国南部您去过吗 美不美啊 很美 说到法国南部 我不止一次的去过法国南部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哪几个城市算是法国南部啊 对我们当说到法国南部的时候呢 通常会有一个代名词 称之为蔚蓝海岸 或者是蓝色海岸 那我们一般通常指的是尼斯 到了尼斯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国中国 世界上第二条的一个公国 摩纳哥 还有旁边的 还有每年五月份 马上就要开始了 五月份一年一度的 那个国际电影节 嘎那 嘎那电影节的 索泽地 那么还有呢 著名的法国的第一大的海港 马赛 那么我们大的蓝色海岸地区呢 还包括了 我们称之为的普罗旺斯地区 那普罗旺斯地区 大家都知道 那每年的七月份的时候 法国最美最美的 薰衣草的诞生地就在普罗旺斯地区 拉维尼库的附近了 那么这一大块地区的话呢 我们一般言个意义上都能够称之为蓝色海岸 或者法国南部地区 所以那个这个蓝色海岸的名称 由来是那边的海岸线真的就是蔚蓝蔚蓝的 幽美的自然风光和陶醉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一定要在那边互换爱 好那这个问题是 请问这个法国南部的海岸线 那它最佳去的季节是什么 然后如果要安排行程的话 可以怎么走会比较的好玩 又可以节省时间 对法国南部来讲的话 最佳的旅游时间 一般就集中在5月份到7月份之间 那么由于5月份呢 作为最佳的旅游期 7月份它最主要是有一个薰衣草 比较暴胜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热了 5月份到6月份之间 尤其是5月中旬来讲的话 那是最佳的旅游期间 如果要是去法国南部旅游的话 我们一般是从尼苏开始是最佳的方式 那尼苏不但有蔚蓝海岸 还有我们说 如果女士们喜欢的话 最佳的香水出产地 法国的香水 大部分香水的话 都出自尼苏的 是非常优雅的 非常优雅的香水制造地 然后我们顺着尼苏 可以去到摩纳哥 然后会去到马赛 然后去到盖安 然后去到普洛旺斯的阿维尼欧 然后往上再走的话 那除了南部之外 我们还有可以涵盖到 法国中部的里昂 失去旅游的话 就针对最佳的旅游时间 5月份我们就有一条 非常经典的11天的线路 那5月8号我们出发 我们就首先到达尼斯 然后尼斯住两晚 你可以非常充分地来领略 在蔚蓝海岸的这个漂亮的风光 然后去看到摩纳哥呀 马赛呀 甚至最后的终点呢 在巴黎 就像把从南法开始 一直贯穿中部和法国的首都 可以把这条线都非常充分地领略了 哇 真的是太棒了 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深度游 所以这个季节 5月份开始就是最好的季节了 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整装待发了 那想问一下 那我们世纪旅游 有没有这样超值的旅行团 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呢 对啊 我们有一条 5月8号出发的11天的线路嘛 从尼斯开始 然后巴黎结束 整个深度法国南部的游 那么11天包了国际机票的话呢 也只有2399每一位 真的是非常的超值了 哇 2399就够了 对了 包了国际机票了 而且是11天 包了四星级的酒店 包了酒店的早餐 全部的巴士 这些都包掉了 而且中文的领略 不是 我没听错嘛 连机票都包了吗 机票都包了 真的很棒啊 从洛杉矶出发吗 是的 从洛杉矶出发 甚至呢 当然全美都可以出发了 我们世纪旅游的团队来讲 不但包护国际机票 而且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团队都是可以 从全美各个城市来出发的 哦 就如果它是在 如果它是在纽约还是什么的话 也可以直接就是 机票也包在里面 然后直接在那边会合 对的 我们可以安排 从纽约 从芝加哥 从黄尔里达 从美国的各个城市出发 最后我们在法国的尼斯来会合 然后在法国的巴黎 我们最后结束 天哪 也太贴心了吧 你知道吗 去年12月份的时候 然后我休年假 我就去法国玩嘛 对不对 你知道我来回的机票 就要2300多耶 差不多 1000多一张你知道吗 所以说 所以说 世纪旅游推出的那条 南渡深法旅游的线路 真的是非常的超市 11天的线路 包括了国际机票 包括了复兴机的酒店 包括了早餐 包括了全城的踏实 也包括了中国的导游 如果有想报名的客人来讲的话 5月8号我们出发 也是最好的时间 您知道吗 主任 正好可以赶上在 在这个法国南部 干了的这个国际电影节的期间 我们正好在那个时间 真的是非常好 是吗 所以我们还可以去看 说不定还能碰到 那个电影巨星呢 对不对 是的 难得的人生之旅 一定不要错过 对不对